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执法说法距离力争 自从弗洛伊德之后 每一天每一个星期 都各地都有这些警察开枪 这个的事件 当然这个案件有可能 会引发另外一波的案件 这个发生在 North Carolina 一个叫做Elizabeth城市的 这个案件 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警察去捎查 要逮捕这位牵扯到贩毒的 这个Bron叫Andrew Brown Jr 42岁的 当时警察是有捎查令 要逮捕这位Bron的人士 但是在过程之中 警察开枪了 所以开枪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这位 已经是 虽然是被逮捕 有通缉令 但是警察在捎查过程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形 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现在很多外界都在关心 这个案件 究竟是发生了哪些事情 里面的话 现在家属已经是拼请律师 召开记者会 要求警察公布 当时知情过程之中的录像带 因为警察当时有这个是属于当地警察局 share里面执行 捎查令 捎查过程之中 现在目前已经知道的话 是Bron并没有手枪 并没有任何枪支 并且的话是背部中弹 所以他家属很就担心警察有没有这个 必要这个开枪 因为警察虽然有逮捕令 有捎查令 但是警察撞门入屋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必要开枪 因为他背部是中枪的 所以他表示他可能逃走的过程之中 逃走的过程之中里面的话 警察有没有这必要开枪的话 现在家属开记者会要求警察公开 所有的这些录像带 当然这个7名警察已经是被停止了 执行捎查令的县警察局 county sheriff已经是表示 我已经将录像带交给了州的检察官 让州的检察官来调查 并且的话 当然 North Carolina州跟其他州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这些捎查令 这个录像带的话 都要求法官解密才能够公开 像加州在任何一个警察枪杀案的之后 在45天之内 警察局必须要公布录像带 在North Carolina州 他现在警察的话 他已经是将所有的这些录像带交给了 这个州的检察官 州的检察官现在正在进行调查 当然这个家属他已经要求 在尽快的将这个录像带公布出来 现在市政府已经是向法官提出申请 要求公布这个录像带 但是这个录像带可以看得出 Brown 并没有车枪在手上 Brown的话背部中枪 所以这个案件的话 也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 公布之后 有很多现在 非洲裔的民权团体已经是准备好 另外一波的游行示威行动 也是因为这个警察可能是用武过度 当然这个案件的话 后续会怎么样 公布之后的视频 会闪示出哪一些动作 这警察会不会被刑事起诉 以后家属会不会提出民事告诉的话 我想我会在以后的节目 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报道的 当然现在的话 非洲裔社区已经是对这名County Sheriff的话 迟迟不肯公开表示反对的意见 要求罢免这个现警察局的局长 因为他手下的7名警察的话 不当的开枪 当然的话 在我们看到视频之前的话 还有可能有一段的时间 才能够做出一个评断 评断 究竟警察有没有准备要开枪 所以我们会有后续的报道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灯红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